一個提案,然而提出來了一個詐騙集團式的 甚至動用所有行政資源來製造恐慌欺騙人民的所謂的核四公投 甚至用限電、經濟成長等等不實的做法 30年來台灣核城限電過 30年來核四沒有蓋,台灣核城缺電過 所以民主政府黨在這邊要特別做極點複裔 希望等一下這個案成案之後 民主政府黨要提不宜審查 也期望在這幾個小時裡面 中國國民黨的立願同仁能夠回頭試案 全民在看,請你回頭試案 另外我們有具體要求公審會應該以反反命題為要 否決這個公投案 這個公投案的反命題 基本上不符合最高行政法院所做的一個解釋 是一個反命題,是一個詐騙書的議題 我們黨團在這邊具體要求公審會否決該案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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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